什么 女的 一个女的要接ZGDX战队 跟我成哥同志同助同打比赛 蛤 真的假的 真是个女的 我的个娘啊 女的大职业 这ZGDX 是不是疯了找不到人呢 随便找了一个名不见金冠的小主播 来接替名神的位置 还是个女的 ZGDX这骚操机 他是要彻底外观粉丝 接替地址在哪 我要去看看一封 独服第一遇早晨 骗狗啊 骗狗啊 来啊 吃饭给我老婆小哥来的吧 ZGDX 小红小疯了吧 女的连你妈都能当 怎么不能打比赛 喂 杨阳 你看看网上这些人说的话 太过分了 没事没事 什么大方大浪没见过 你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啊 我快饿死了 一路上什么都没吃 我只是替你不平 我敢说 说我这些话的人 没一个打游戏能打过你 那你也别去跟他们吵 小心没打成我的粉头 被打成粉头又怎么样 你的粉头还打算让别人当好 童谣小姐姐 你什么时候到基地跟我说啊 我去接你 我老婆把我拉黑了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呀 我们站队就在你们ZGDX旁边 你怎么让我到尺头啊 没 是艾佳给我发微信 她说 他们基地就在ZGDX旁边 要下来接我 不是新一期 主要 还是想让我劝你 把她的微信拉回去 你打住啊 我趁建阳说话算话 你也不要费心 你如果敢帮她 你们一起讨论 不敢不敢 不过 你说我的队友他们 会欢迎我加入吗 那必须啊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对你挑三件事啊 什么年代了还搞性别歧视 你加入ZGDX 他们睡觉都会笑着醒过来的 那你说 他们也会欢迎五里饼吗 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 你听过没 做人啊 不要太贪婪 好啦 去享受你的电竞生活吧 拜拜 国服第一玉藻前加入ZGDX战队 这是打破传统格局的开始 继北美赛区第一次接纳 女职业选手进入决赛后 中国赛区ZGDX紧随其后 或 竞圈养殖肠也转发了这条 这种麦令到底什么来 她凭什么可以借体名声 ZGDX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打动 并说服她以决战平安金开赛以来 中国赛区第一位女职业选手身份 加入ZGDX的战队 必须挪她首发位置 老K 你看 ZGDX竟然找了个女的大手 要不安 微笑容表示 打职业其实和性别没有关系 她也不太懂 为什么以前一直是男生 站在这个游戏的巅峰 定职业 如果真的想去做 女生也不会做得很差 有完没完 心中单是你们家亲戚 话这么多 人也不是你家仇人 刻薄水呢 闭嘴让得我头疼 诚哥 队长 我的CV老大 这女孩是咱们家的新中单 你得关心一下 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来报到了呢 嗯 听说还带了一只 朦胧胧的小畜生 可能是我订的外卖刀 劳烦队长大大 帮我开小门 好 你在干嘛呢 上小号评论 我也不喜欢 陆思诚 怎么开门的是你 谢谢 我 我是讨厌啊 哇塞 好饿 诚哥 不再来一把 路人局太康复 白当大腿拉着伤分忍不了 嗯 吃人头送 比我杀得多 诚哥今天很暴躁啊 诚哥 我劝你忍着不吧 后天就说句审核了 要是不想被扣工资的话 最少还差一百个 盛点外加三把竞技赛 咱们诚哥 凉了 不用挣扎了 掉一个段 扣百分之二十的月薪 自打这个规矩出来之后 诚哥就再也没有拿过 完整的工资了 诚哥 咱们别任性了 任性扣钱哪 贵 没事 咱们诚哥有钱 诶 不对啊诚哥 这不是我店的外卖啊 我到ZGDX报到 并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诚哥 然后他拿走了我的外卖 说了声谢谢 就把门关上了 于是 现在我又站在大门前了 还有我在大门 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中 ş家墨 从没放3 新来的小姐姐双击666 对啊 厉害 今天大家都这么勤奋啊 我还没来就把回看完了 睿哥 我来报到 你来了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童谣 传说中 十九岁登顶国父第一 二十一岁单牌上韩服京都之主 站在百分之九十九男生肩膀上的 天才中男少女 你就别念通稿了啊 过了过了 睿哥 不管怎么说啊 从今天开始 童谣就正式接替名神 成为我们新的签讯中单了 欢迎 虽然你可能都认识啊 但是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商单 老猫 他是一个在游戏里 比肉的大背面脆皮 瑟瑟发抖的 领领领 执单 欢迎 欢迎 就是反射糊有点长 你稍微别介意啊 反射糊长你说谁呢 不好意思啊 最近那里有谁 都 没事 没事 你这个呢是辅助 叫他小胖就行 同类奶妈 一个纯粮无害的肥宅 说我宅可以说我肥就太过分了 我只是比较弱而已 小姐姐好啊 有事别着了 没事咱们俩可以一起双排 没问题 没问题 没有你 那位呢 就是老K 我们的达野 你别看他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商业 老K 有他在 过来 明神可以在对面中单面前 肆无忌惮地横着走 那是因为有明神在 如果是换了别人 那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这位 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老K 听说你刚才把人家关门外了 我以为他是个送外卖的 送外卖能穿成这样 还抱着猫 所以又把门关了 没盛装打扮一下 真是对不起啊 真是可怕 连别人穿什么都要管 你想 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想说点什么 连别人想什么都要管 这是什么可怕的人生 对了 对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猫 它要大饼 所以呢 所以我能叫你诚哥吗 你的猫叫大饼 跟我叫诚哥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问题 看紧你毛茸茸的小畜生 我问过瑞哥了 基地里没有人对猫毛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 有 谁啊 我儿子 诚哥 诚哥 你这不叫过敏 这叫食物链 你不能压一只 小猫咪的天性啊 嗯 他的猫万一吃了我儿子 怎么办 再买呗 买不起吗 你少掉几次分 少罚几次款 够你子孙满堂了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大饼的 保证你子孙满堂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诚哥要冒火了 小姐姐走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嗯 好 走 交给你了啊小胖 好嘞 你笑什么呢 紫森满堂 你们刚才几个说的 不好笑吗 小姐姐 看看怎么样 这都是我精心布置的 之前小瑞布置那个房间呢 一看就是直男的思路 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我可是特意从网上给你选的 少女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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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对少女有什么误解吧 兄弟 小姐姐 你看这个 我可是搜了几百家店 才找到这种既有粉色花边 又有蕾丝的四件套 这蕾丝 漂亮吧 这粉色 是被小猪陪琪吃进去再吐出来的吗 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 多漂亮 多漂亮 戳下我的眼睛吧 再看看这个 火蜓鸟限定少女柔情款 多伟美 这一条 哪有